哈囉各位TVBS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加入1800新聞1.0的新聞直播 我是王馨怡 接下來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時事 那麼今天新聞首先呢 先帶大家來關心大殖民宅坍塌案 目前呢北市府已經認定 除了這一些受宅戶之外 其餘的住戶其實都已經可以回家住了 但是今天有民眾返家之後 發現不只門外列了一大條縫 甚至地板也出現塌陷的狀況 甚至這裡的住戶還親自帶我們的記者上樓 發現呢其實牆壁也多了幾道裂痕 甚至房間的門也乖不太起來 質疑這樣的地方住起來真的安全嗎 大殖民宅坍塌意外 雙號及部分單號的住戶被認為安全無餘 終於可以回家 但才剛走到門口就發現鐵門旁的牆壁 立了一個大洞寬度至少一公分 看到這一幕住戶不敢回家了 地板下陷了五公分 那牆壁龜裂 它現在狀態都已經是懸空了 那它只是稍微支撐住 讓鐵櫿門不會掉下來而已 可是我們不敢保證說什麼時候地震的時候會垮下來 都發局當初從監測資料看認為安全無餘 開放讓住戶回家 不過家裡不只出現裂痕鐵門甚至也關不起來 屋主認為市府應該積極檢測 我們所得到的訊息是現在是安全可以回家住 可是我們回去看是不能使用的 那我們不曉得說市府要怎麼做 市府強調是安全的 但就怕一個不小心如果房子塌了該怎麼辦 住戶表示現在只敢住在旅館 而不只他也有其他扳家住戶 帶我們入內查看狀況 全部都有 剛才看到帽子都要出來 這樣 你看你踩下去這樣 地下室積水樓梯地板嚴重軍裂 其他樓層牆壁地板也有裂痕 地板牆壁軍裂連房間的門都關不起來 看到這狀況不免擔心北市府的勘察有沒有完善 都發局表示目前安全無虞 不過如果住戶有疑慮 從15號開始就會派技師住戶進入勘察狀況 如果有毀損會交由機台建設修善 但不修善該怎麼辦 北市府承諾將會承擔責任協助復原 只是好不容易從安置到可以回家 卻看到自己的家園變成這副模樣 就算要回家也難以心安 好 那麼至於大直民宅坍塌案的受災戶 25戶呢 雖然現在目前是不能回家的 但是北市府也有讓他們 可以回家拿一些貴重的物品 那麼今天呢 就有住戶開車想要回去載東西 結果卻被一嬌給擋下來 雙方也爆發口角 這些受災戶說 要回家拿東西還只能限時20分鐘 不知道還以為自己在參加搬家比賽 那麼這個目前北市都發局 則是回應說 會嚴疫加開第四輪 讓大家來取東西 大直房屋灘灘滿一周 受災戶想搬家困難重重 你不讓我進去我怎麼搬家 我請問你怎麼搬家 我怎麼搬家 我怎麼搬家 這真是不明奇妙 你會有什麼需要嗎 我要搬家 我要開車進去 他不讓我進去啊 你要開車進來嗎 我的車子 對 我往下沉的附 你是哪一戶 九 七號 九號啊 好 麻信你先來我幫你那個 你不要 我車子要進去啊 等一下等一下 來來來來來來 當場和易焦吵了起來 受災戶舉出 明明距離鐵皮為離 還有一段距離 為何不能把車開進去載貨 不是啊 你這個人通融一下都不行嗎 你通融一下嗎 沒關係 什麼沒關係 我直接有電來 我那個東西 從那邊搬到這邊來 車子開了又不是那個危險區 這樣就不行 那吃腦筋嘛 吃腦筋真的是 一點通融都沒有 13號中午 北市府開放第三輪住戶取物 但是限制在短短的20分鐘 不少受災戶都感嘆 手推車加上大包小包 真的拿不完 甚至連保護用的安全帽 都沒準備好 台北市政府這麼窮嗎 連這種準備帽子 都準備出不出來 還有災民已經 擔心受怕已經快一個禮拜了 你竟然連個帽子都沒有 你覺得我一輩子的家當 都在裡面20分鐘夠嗎 不管什麼安全結構 不安全結構 我進去像昨天第一趟 我進去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進去搬進去 我還要拿到大馬路 請問這是搬家比賽嗎 搬家比賽都沒這麼嚴酷 都發局指出 是否加開第四輪取物 還是得取決於安全考量 如果既是認定 沒有安全疑慮 會再加開民眾取物 只是中央話說得好聽 對受災戶來說 一輩子的家 一夕之間沒了 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至今還是未知數 TVC的正確 黃金文家媒體小組 他也報導 好 觀眾朋友 維倫瀉說 這一些大直坍塌的 這個附近的住戶 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打掉重建修繕 根本治標不治本 Lucas也是建議說 打掉重新裝潢 不過看起來 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而且其實也是一筆很大的花費 那麼這一次大直民宅坍塌案 其實也引發很多民眾高度的關注 大家也開始注意自己的住家 如果附近有建案的話 狀況如何呢 像是在北市大同區的住宅 就有民眾發現 牆壁也出現均裂 甚至樓梯還被震離地面 經查發現 其實是附近的建商 在施工為老都更的時候 連帶影響 造成附近的房屋出現零損 這也讓附近的住戶擔心說 會不會變成大直民宅坍塌案的翻版 只是拆除工程而已 就造成我房子 八十三分之一緊線 那個情況跟那個基態的情況 是在一次 讓受災戶器的舊帕是大直基態翻版 就在大同區一處圍繞都更工地旁 因為拆除舊屋旁邊的這十八戶受影響 地板傾斜軍裂 球亂滾外 木梯樓梯也被震離牆面 在去年7月就開過記者會 卻沒下文 向北市建管處陳情建商也沒改善 讓居民真的擔憂住家安全問題 市政府這樣難道是在包庇建商嗎 就怕是包庇表明會追查到底 只是有公安問題的還有南港 在建安旁的柏游路群列三十公尺 還沒開挖地基就塌陷 疑似是重機距導致馬路下陷五公分 先要求工地先停工 七天內把這個損壞的公共設施做改善 對臨房的影響應該還是有限的 建議說多做一些監測點位 只是此區明代也到場監督 李燕秀高嘉瑜兩人名在同場卻向兩個世界 李燕秀帶著相關待位會看時 讓一旁的高嘉瑜逮到這機會 這個工具一定不用戴啊 沒有穿背心 睜大眼睛觀察對手的一舉一動 兩人也要拼修法雙書隔空虎槓 高委員能夠拿我四年前的版本 趕快回到立法院去提修法 如果李燕秀委員四年前提出來 版本這麼好的話 那為什麼在立法院會沒有通過 拼修法嚴防悲劇重演外 也成為立委選戰的前哨戰 TVB的新聞董事件 李燕宣台北廠報導 好 觀眾朋友恩恩說台北市太多舊房子了啦 其實各縣市都有一些這些舊房子 需要進行都更喔 不過都更真的可以說是曠日費時 需要很龐大的時間跟成本 那麼接下來帶大家來關心社會消息 大家記不記得在日前前幾天 北投麒麗案捷運站 有民眾被男子持剪刀做事要攻擊 現在這一名男子又跑到台北市天母國小附近 也對路人拿剪刀持剪刀來對他揮舞 嚇得對方趕快跑走喔 警方調查說這一名嫌犯呢 其實常常在這附近來出沒 但是至今還沒有逮捕到案 知識林天母西路在昨天晚間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起隨機傷害案件 一名男子呢他之前 他又表示說是在這個路口的時候呢 當天系來這邊要來看望他的父母親要離開的時候 沒有想到遇到一名陌生男子 由於當時疑似是下者雨 所以這名陌生男子疑似是在指控說 為什麼這名被害人要對他潑水 但是被害人當下是反駁說自己沒有對他噴水 沒有想到四遭嫌犯 從帶這邊拿出一把剪刀對他來揮舞 而被害人是嚇得趕快從這個地方 過馬路跑進小巷子裡面來求救 我們來聽一下被害人怎麼說 就是跟對話大概兩三次 就是你要不要噴我 我沒噴你這樣大概幾秒鐘 他的表情是很凶狠的 我是感覺他的心情可能就是不是很好 但是後來看到新聞發現說 其實他前一天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家族很多人都住附近 那邊也是天母國小 天母國中學生的必經之路 我看如果說是比較順利的狀況 可能如果檢察官要起訴他 或是法院要判他強制就義的話 可能也要一段時間 這中間其實我們都會提心吊膽 而這名大約50歲的蔡姓男子 他事發之後去派出所報案 而警方調閱間隙性畫面 一眼就認出了這名男子的身分 因為這名嫌犯在今年初的時候 是在一間販賣機裡 一間娃娃機裡面 醫師是不願意配合身分 所以是遭警方一設違法送辦 所以當時警方對他是非常的有印象 不過更誇張的是 是在這個月10號的時候 其實這名男子也在台北市的北投犯下 類似的案件 當時是有一名女騎士在路邊 只因為跟他對鬥也 就遭到嫌犯持剪刀追逐 而當時這個女子也有到警方來報案 不過事發到現在這名嫌犯都還沒有落網 以至於他還在外面 在士林這邊繼續的犯案 因此附近的民眾也相當擔心 這名男子會再出現攻擊人 好接下來問問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捷運上 運到有一群人 往反方向開始狂奔 你會怎麼做呢 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有民眾說 在昨天傍晚5點32分的時候 林漢捷運從小巨蛋站 開往南京三明站的列車上 結果當中有旅客 因為身體不是突然暈倒 造成其他旅客非常的驚慌 有人就開始跑了起來 而其他人看到 就算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跟著開始狂奔 這個景象看起來相當的危險 對此台北市捷運局也提醒 如果在乘客 在捷運上要遇到緊急事故 大家還是要保持冷靜 乘客臉上蠻是驚恐 雖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看到別人往前衝 一個接一個先跑再說 還有人一邊跑一邊回頭張望 甚至民眾背包都還來不及背 跑道氣喘吁吁 不過列車還在行徑當中 用手拎著包快步離去 事件就發生在12號傍晚 當時列車從小巨蛋開往南京三明站 就在這段路途中 有民眾就發現乘客不斷的往同個方向跑 在過程中還有人摔跤 有目的民眾還原當時情況 看到最前面的車有人倒地 不知道為什麼一群人突然開始往後跑 甚至有其他民眾轉述 有人跑到連手機都掉了 飲料也灑滿地 有點驚嚇 有點像是那種韓版的 時速列車的那種感覺 那我看到帶頭在跑的那一批人 他雖然是年輕人 這樣看起來像學生 他們的表情日與月的 所以我反而以為他們在晚 事後北捷鎮時12號傍晚5點32分 新電線台北小巨蛋站 出發往松山方向 有旅客透過對講機反應 一名男性旅客身體不適 臥倒在車廂地板 行控通知南京三明站的站長 以及保全上車確認 後續將旅客送往三軍總醫院 因為2014年北捷曾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緊張情緒至今都還餘計猶存 也難怪其他旅客看了會嚇到跟著跑 只不過大家也認為 只是看到乘客不舒服 有不要做出這麼大的反應嗎 先跑的那群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北捷也再次提醒 如果在列車上發現任何異常情況 請保持冷靜物驚慌 並立刻按壓對掌機 通知司機員或行控中心 解決新聞 週刊一節台北上報道 好 觀眾朋友李正宗說 看到這樣的情況 大家應該都會跟著跑吧 Lukas是說群眾效應會跟著一起跑 的確如果在發生這樣的狀況下 可能真的會覺得很驚慌 忍不住會跟著一起跑 不過這樣有容易發生踩踏事件 像是威連雪說還是冷靜為妙 不過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困難 持續帶大家來關注社會消息 有民眾走在路上就被當街給盧走 發生什麼事呢 一名男子他走在路上 被兩名不明人士搶盧上車 不只把他的皮夾全部都搶光 還壓著他到ATM把戶頭的錢全部都領走 最後還把他壓上車逼欠5萬元的本票 兩名男子一起穿越馬路走向便利超商 看起來就像好兄弟 只是這段過程卻讓他倍感威脅 因為進到超商就被脅迫 把戶頭的錢提零一空 有想過但是我當時過於緊張啊 我有眼神暗示電源 可是電源好像沒有注意到 露出鎖骨的瘀青回想起前一晚的遭遇 直到現在還是心有餘悸 身上皮夾也被掏空還是嫌不夠 直接被拉上車簽下高額本票 不簽的話他就要揍我 事情就發生在12號傍晚桃園龜山難上路 陳先生剛買完東西要回家 突然出現兩名男子上前圍堵 接著就被拉上車搶走P家裡的300元和提款卡 載到便利商店ATM搶逼領錢 帳戶裡的500元全被領走 最後又被拉回車上 威脅簽下5萬元本票才放人回家 光天化日之下隨機掳人 讓他忍不住大探社會到底怎麼了 因為我之前有那個民間借貸有借過錢 但我都還清了本配在我這裡了 我覺得是他們在惡意搞我 坦承自己的確有向錢莊借過錢 但是再三強調金額已經還清 卻遭人埋伏搶行爐走 目前警方已經接獲報案 調閱監視器掌握線索 只是人來人往的大街上 還發生如此誇張的社會案件 恐怕這樣的治安讓附近民眾難以安心 DVBS新聞廖宗信蔡新宇 桃園採訪報導 好David說社會治安這樣在車廂就不能瞇一下嗎 其實搭車的時候還是提醒大家 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另外前者有人問說 新疑是搭大眾運輸上下班嗎 有的時候是喔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可能也會覺得有點驚慌 接下來帶大家來關心喔 竟然有民眾趕在宮廟裡面搶這個 神明底下的這個金牌喔 是一名58歲的鄧姓男子呢 他趁著舉辦普渡當天大家都非常忙喔 竟然直接偷走三官大帝神像的15面的金牌 而且他想要把這些金牌賣掉變現 為了製造斷點還在不同的縣市的二手市集來變賣喔 最後警方呢是在基隆把人帶到 領著塑膠帶走進廟裡先拜拜一下 雙手核實虔誠的跟神明心靈交會 只是下一秒慢悠悠走進去打開玻璃櫃 看見之前的金牌動了歪腦筋通通都拿走 廟裡的管理委員打掃時發現神明胸前空蕩蕩一片 這才發現金牌不見了趕快報案 8月底警方接獲通報展開追起 原來是58歲鄧姓男子日前到桃園市區中正路上的警符宮 趁著大家的普渡都很忙碌抓準時機 偷走三官大帝神像上的15面金牌 只是這些金牌不可能一次盪到同一個地方 因為他知道一次賣掉一定會被發現 結果他想了一個辦法 通完立刻跑去新竹、新北、台北、基隆的二手市集賣掉 以為可以執照斷點 因為他平常在工地打零工局五定鎖 缺錢花用才會動歪腦筋 跑去廟裡偷金牌 只是監視器都拍到了被警方鎖定 這個月11號原警發現這名嫌犯出現在基隆 趕到基隆將人逮捕歸案 由於金牌是所有的信徒對神明的一種信仰尊重 我們現在加強了很多的巡邏管理 還有一些監視器 以為神明不會說不會跟警方爆料 大啦啦投走金牌還變賣成現金 還全部划光 缺錢卻動了歪腦筋 神明可能有在看 因為電眼全拍下他的行蹤 最後還是狼狽落網 題邊新聞六龍青年身分桃園採訪報導 好政治消息帶大家來關心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大家都非常關心 他如果要參選2024總統大選 他的副首會是誰呢 郭台銘今天也說了 將在明天早上8點半 來公佈自己的搭檔人選 不過他在今天下午 也接受這個歐洲商會的邀請 來發表演講 一位德國外商還說要幫忙他連署 也讓郭台銘的笑容完全藏不住 歐洲商會成員面前自戒 2024大選郭董自任很有機會 接下來這位舉手的成員 更讓他藏不住喜悅 我要取得大選入場券 每份連署都關鍵 而這回演說應歐洲商會邀約 看到同業郭台銘似乎也倍感親切 我的責任之外 就是幫你排除一些障礙 完全公開透明 做生意 台灣不會 不必 也不需要 變成五個人 首先他是一個很大的領導 所以他在發展的工業業業業 過去48年 他不需要我判斷 世界可以判斷他 1月13號的時候 我贏的話 要開這瓶香檳 但想打開香檳歡慶 有很多前提 像是副手人選 不能再跟外界玩猜謎 你們不等不差這十幾個小時 明天早上8點半你們就會知道 要解開副手謎底 本人預告14號一早 準時鎖定 不過國民黨總統參選 侯友宜剛好也要在這天 展開訪美行 這項安排是否別有用心 我們都排了很久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訪 那會助他出訪順利 我想我希望住訪是中華民國順利 閃避侯友宜就祝中華民國順利 提一批表演徐鋒一之中 旋徐鋒相處台北報導 好觀眾朋友小智說 郭台銘副手不是林志玲嗎 其實最近有非常多的傳言 林志玲也是其中的一個 另外潛水人也說明天就要開獎副手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在明天早上8點半 郭台銘就會公布他的副手人選 另外持續來關注新竹市長高鴻安 小內閣辭職的風波至今還在延燒 這個前局長陳康明又發文爆料說 其實明明就有跨年晚會 甚至連預算都編了 但是卻說全部都交給Jack來處理 似乎是因為黨人才錄 才會引發後續的紛爭 但大家也非常好奇 這個Jack到底是誰呢 不過新竹市府也出面發布了聲明 一一的來駁斥 不過高鴻安卻自嘲市長撐得住 甚至還說他出庭的時候被媒體包圍 感覺很像在走星光大道 再次出庭短短幾秒鐘的路 被三十多台攝影機圍著 高鴻安事後卻自嘲出庭 像在走星光大道 此花一廚用另一種方式看待 近期風波 很多的不管是謠言也好 或是很多的不實的指控也好 那我想對他的心情影響都非常大 可是他在訴訟會議上面一樣是 保持他一貫的親切陽光的笑容 勉勵各位疏懷 只不過短短的時間 錢康明又再度爆料似乎被寢思 就是因為跨年晚會這件事 還提到從今年3月中旬 原本跨年是成銷出辦 但只有350萬 高鴻安認為不合理 才要求文化局提一份 1700萬預算的企劃 因此市長把這個任務交給文化局主辦 這筆350萬追加預算 自然就變成文化局的 還說可以找李仲廷討論 更直接PO出對話記錄 錢康明多次想找李仲廷積極討論 卻遭到冷冷的回應 只是事後想想明明 李仲廷不是市府人員 最後竟反過來要求 錢康明不要插手跨年晚會 甚至還說討論群組 盡早無預警剔除 市府再度回應跨年晚會的事情 早在7月份就已經底定 甚至新書縣也一起發聲明 強調縣市支持民間舉辦方式 至於群組的事情 則是前局長離職自行 退工作群組 並非無故被消失 跨年晚會這當中 可能有違反採購法等 相關的情勢發生 那你因為這樣的爆料 而犧牲掉跨年晚會不辦了 重組小內閣後的風波 演變成隔空互相 儘管雙方你來我往 各提證據 看起來近期恐怕沒那麼快落幕 TVL新聞陳世銘 顏身份王思淳 新竹採訪報導 民眾黨最近多位幹部 被爆染黑染黃 就連新竹市長高鴻安 也簡入非常多的爭議 包含像是租豪宅 搭名車還有男友干政 等等的風波 現在柯文哲也乾脆 推出所謂的第三方平台 來讓大家檢舉 柯文哲也說這個機制 剛好可以來檢視高鴻安 強調民眾黨絕對不會互端 你要嘲笑說我們說台灣民眾黨 連這個什麼都要外包 至少比民進黨你知道 吃案好吧 大酸民進黨有臉說別人 沒嘴說自己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受不了黨內幹部染黑 涉黃被奉飾文哲 推出第三方平台公檢舉 只是這機制是否適用自家 新竹市長高鴻安 近來一連串爭議 看來連柯文哲都覺得不妥 因為高鴻安的男友李中庭 沒掛市府任何職務 卻被報干涉新竹跨年晚會 常進出市長市等 儼然是地下市長 台灣民眾黨當然不會負端 既然文化局長說他今天中午要上節目 不過高鴻安那邊也會準備 他們過去對他的一樣 也有蒐集他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兩方都公布以後 社會大眾自然會有一個評論 高鴻安的是非對錯 柯文哲交給社會大眾公斷 只是租豪宅 搭名車等連環報 豪車行為跟柯文哲標榜的連檢很衝突 再再都加深負面印象 恐怕對柯文哲的選情很扣分 批評也不是壞事 所以一開始被罵很不爽 如果有一個政黨跟你說他們都沒有犯錯 那就是假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承認 你知道我們一定有缺陷 有缺陷就改 轉個萬任多少被波及 但衝擊有多少沒講 柯文哲要正面迎戰 去年曾挺到底的子弟兵 逼得自己再站到風頭上 但礙於社會觀感至上 柯文哲想挺也不全挺得下去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最近可以說是動作頻頻 前一天粉專也上線 被解讀有意代表民眾黨 角逐新竹的立委選舉 柯文哲也談言 柯美蘭個人的意願其實是有的 但是目前參選還沒有定案 學者也分析現在現任的新竹 國民黨立委跟民眾黨是保持一定的默契 因為一旦藍白分裂得力的就是其他政黨 月初才穿著整套民眾黨的上衣 參加在新竹成立的選擇只有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要選新竹立委的風聲不斷 尤其前一天連粉專都上線 參選似乎已經見在弦上 他個人意願是很高的 但是我跟他講說 這個提名的時間已經過了你知道 所以如果現在剩下徵召嘛 但徵召一定有徵召一定的標準程序 所以這個還在處理中 所以這個事情還沒定案 妹妹有很強的意願 但身為主席的哥哥一直強調 這事情還沒尘埃落定 畢竟一旦柯美蘭決定參選 跟民眾黨保持默契的國民黨立委 將會首當其衝 下架民進黨不只是總統下架民進黨 在立法委員層級 也必須要大家一起非裔 大家一起合作 這事在暗示 不是要一起聯手下架民進黨嗎 怎麼現在殺出的陳咬基 因為一旦柯美蘭加入選戰 原本的藍綠黃對決 就會變成斯卡東 加上藍白在新竹的選票重疊多 對現任的國民黨立委不太有利 對於是如果要參選的話 那對整個新竹市的 已經原來有的這個藍白的對抗 加上他這個變數以後 選情會有變化這是事實 大家可能還是因為 他是柯文哲的妹妹 所以會有一個 把它放大的一個效應 雖然學者覺得柯美蘭贏面不大 但若有柯文哲的力挺參選 新竹藍白可能就要奮到揚鑣 其他政黨就有跡可撐 也難怪柯主席還沒排版定音 要先緩緩妹妹選立委的熱情 TVBS新聞的律師韋佳琪台北採訪報導 在高雄騎金區的中信造船順榮場 在下午發生了船舶火警現場 火蛇黑煙不斷的竄出艦艇 也在一旁灑水 詳細狀況有連線記者宋家娟 好的 直播看到有船員 從海面上看到了造船場 居然是冒出了陣陣的黑色濃煙 不斷往天空飄散 而且還發現疑似是船舶出現失火的狀況 船欸 那是船燒起來 好 高雄市消防局 在今天13號的下午3點54分 接獲報案是在騎金區中舟三路 發生了船舶火警 出動18車41人前往現場 一度還傳出現場有兩名漁工受困 但廠方否認此事 現場起火船之所屬的船公司 是上市櫃的中信造船順榮場 目前其實根據附近戰二庫及時影像畫面 可以看到是從下午的3點53分 就突然冒出了大量的火舌濃煙 沒多久 大約是在下午4點 一度是由旁邊的相關艦艇 在一旁灑水來救援 但火勢仍然還在蔓延中 目前還是有些微的煙是往天空中飄散 而相關單位也正在持續灌救中 現場目前無人受傷受困 詳細起火原因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來自高雄消息 召喚鵬內 台中有一名男子開車錯過扎道 沒想到竟然想要倒車回頭 結果被後方的警車按喇叭 但是這名男子非常不滿 直接開車對著警方亮槍 警方也在當天把他逮捕 警方執行時開到路口處 左側車道突然開來了一輛白車 駕駛拉下副駕車窗伸長手 朝後方秀出槍之恐嚇 突如其來的舉動把車上遠景給看傻了眼 警方當時開的是真房車 看到前方有車輛違規倒退路 想要直接開嗓搭道 就按了一聲喇叭 沒想到引發對方不滿 直接開窗兩槍 事發在5月15號下午4點多 台中保達警方開真房車 經過潭子虛環中東路 白車駕駛疑似原本要上扎道 結果開過頭放慢車速VAKU 不知道按喇叭的就是警察 還主動追上前挑釁 掏槍對準警方自投羅網 本案經本大隊員警尋線追查 於當日20時30分許 尋線自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查處 員警當下馬上回報 短短4小時就找到嫌犯住處 30歲誠心嫌犯當時正要外出 馬上被警方攔下來盤查 車能駕駛坐藏了一把仿貝瑞塔手槍 以及彈夾瓦斯鋼瓶BB彈 雖然這把槍不具殺傷力 但他依舊涉嫌恐嚇違反社違法 經台中地院審理之後 判處有期徒刑三個月 得益科罰金可再上訴 體育北新聞旅程審理 踩影台中常報導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我們也邀請到氣象主播萱彤 來到現場幫大家分析 萱彤好 萱彤好 大家好 萱彤想要請教 今天各地感覺天氣都還是不錯 明天天氣如何呢 會下雨嗎 好 我們持續對大家來關心這天氣 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整體的降雨量呢 其實最多的就是在整個南投 還有嘉義的山區 其實也不是特別明顯 因為累積雨量到現在呢 頂多也就只有20毫米左右 相當的少 而且這溫度呢 其實也還蠻疑人的 那麼明天呢 天氣大概會怎麼走 基本上還是一個 吹北風的天氣狀況 所以呢 在整個北部地區 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而在南部呢 可能部分還是會有 午後雷震雨發展 而單點的雨量 可能會來的比較高 不排除可能會有較大雨勢 大雨特暴也有可能發 但是呢 整體的水氣是偏少的 而我們注意到 在整個廣西這邊一帶呢 其實還有這個海葵的殘餘啊 未來會不會影響到台灣呢 這幾率是微乎其微 因為它距離我們已經很遙遠了 只不過在整個不連續帶 我們連接起來 可以看到呢 包含像是在廣西 福建 甚至沿路到這個首爾這邊呢 都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 之後它會慢慢的 往台灣的方向來靠近 所以到時候呢 可能當它靠近的時候 水氣增強 再配合這個風場的轉變 它的雨就會來的比較多一些 但是目前 未來一周 未來兩周的雨 看起來都不是特別的多 我們就透過這張圖 帶大家來看 其實呢 在明天的降雨 主要還是分布在整個山區為主 主要比較多的 都是在山上 你怎麼看呢 基本上就是在整個沿海地區 都沒有什麼雨 沒有什麼水氣 而是在山區會有 就是因為它熱力作用發展起來之後呢 會慢慢的往平地的地區來擴散 但是不至於出現 像是在前幾天的時候 禮拜一二的時候呢 屏東這邊嘉義山區呢 都有來到紅點 現在預報看起來 就是一個黃色的點 所以它降雨的強度 不會說到暴雨等級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除了這雨量部分呢 還有溫度了 因為今天的高溫呢 以白天來講 其實還是蠻熱 像是在台北 新北市這些地方 還是有來到35度的高溫 但是在低溫呢 其實花蓮 壽豐鄉這邊呢 它的低溫只有19度左右 雖然是不同的地區 但是呢 同個地區來看的話 它的這個溫差 一差也有可能差到10度左右 要特別提醒敏感族群要留意 這早晚溫差比較大 很有可能會有感冒的情況發生 那麼剛剛也有提到說 空曠處是比較容易有輻射冷卻效應的 所以要留意早晚的溫差 是比較大家需要注意的問題 好沒錯 剛剛講到低溫有23到27度 最近的確 早晚感覺好像真的比較涼 也有很多人關心說 秋天到底什麼時候會來 宣童想要請教 什麼時候會變天呢 好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幾張圖 我們先來看 在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天氣大概會怎麼走 我們還是要注意到 在台灣的東部海面 是有一個小低壓的 大概就在這一個區塊 它現在沒有畫出來 但是因為它比較結構弱的關係 會慢慢的往台灣的方向來靠近 預計呢可能就會往巴士海峽這邊來走 而當它慢慢靠近的過程 的水氣就會慢慢的增加 原因就是因為在整個西南側這邊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低壓帶 所以當它來到了這裡呢 順著這個東南風 順著這個南風 它就會把水氣給帶上來 包含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部地區的雨 會來的比較多 會有震雨出現 甚至在山區呢 午後雷震雨的機率也會因此而大增 但是暴雨的情況也是比較少的 因為總體來看呢 其實干擾天氣的系統 不是特別的明顯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需要注意 禮拜日禮拜一 是未來天氣稍微比較差的時候 但是到了禮拜二的時候啊 我們會注意到這幾張圖 風場又出現轉變了 所以在台灣整個東半部地區呢 要留意因為吹東風的關係 所以像是宜蘭花蓮還有台東呢 風雨就會來的比較多一些 風可能感受上會更弱 但是雨呢 吹風面地區會有震雨出現 那麼各地呢 當然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 但是整個西半部地區 要注意的就是溫度可能 會比較熱一點點 因為背風可有沉降的情況 再來就是可能空氣品質也會比較差 而至於大家關心就是到底 這東北季風什麼時候會下來 因為台灣人真的是蠻怕熱的 那麼預計目前通過一些模式 認為可能在九月二十二號 就是下禮拜五的前後呢 它有可能有一股比較弱的 東北季風會南下 但是目前對於這個預測呢 不確定性還比較高一些 而目前它看起來 它的這個溫度下降的幅度 也不是特別的大 可能就跟這幾天 你的低溫感受上 19度是差不多的 只是因為它會伴隨著水氣 所以水氣加上體感溫度 就會比較適量一些 這是觀眾朋友們要注意的 請贏 好沒錯觀眾朋友Bob Chen說 月底看看會不會有東北季風 現在還說不準 依照剛剛孫童講的 可能九月二十二號會有一波比較微弱的東北季風 好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宣童 今天來到節目上幫大家說明 謝謝宣童 謝謝欣怡 好那我們接下來帶大家來關心 中國大陸最近對台又有新的動作了 明天呢將有三大部門聯合來說明 福建對台示範文件總共有21條 主要的內容大概就是包括像是金馬的居民 在廈門還有福建可以同享有當地居民的待遇 對此呢這個金門憲政部也表示正面看待 但是有外國媒體就詢問 陸委會的官員 這是不是新的統戰方式 各位親愛的台灣鄉親 台語問候開場 大陸國台辦新任發言人陳兵華首次主持記者會 前一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文件 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 明天上午國務院新聞辦 將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 敬請大家關注 大陸官方關於支持福建探索兩岸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事實上在6月17號的時候 就由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在廈門的海峽論壇提出 只不過過了近三個月文件才全部公布 9月14號三大部門中共中央台辦系統大陸國家發改委 以及福建省委將大陣仗細說這份文件 目前已知21條方向是廈門治癒金門 福州治癒馬祖加快通電通氣通橋 支持金門共用廈門新機場 在廈門省有同等居民待遇包含就學就業買房等 如果是真的話那當然很好啊 就是比如說我們就不會再因為天氣的關係被關倒 沒有辦法到台灣 不同於金門仁的樂觀其成 有外媒提出質疑 福建對塔斯方區 是不是對岸性的一種口戰做法 我剛報告過明天他們有正式的記者會 那我們看看他們怎麼講 我們再來評論 覺得成熟青海嗎 明天我們再來做評論 中共對台新辦法醞釀後已經出招 陸委會還在靜觀其變 TVB的新聞陳平橋黃冠偉陳入國安綜合報導 好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最近七年失業率非常的高 賺錢也不容易 但是呢在大陸直播帶貨的一哥叫李佳琪 他在賣一支價格大約是350塊台幣的每筆的時候 被網友寫說有一點貴 結果沒想到李佳琪他就回說 哪裡貴了你有沒有認真在工作 結果這句話一講出來讓大家非常的不滿 認為這就是所謂的精英的傲慢 哽咽吐氣 他是中國大陸網路直播帶貨一哥李佳琪 年收入79億人民幣比藝人還要多 但是因為日前一場直播帶貨 瞬間失去超過100萬粉絲數 剩下2900多萬粉絲 他席子越來越貴了哪裡貴了 你知道那麼多年都是這個價格 好不好不要睜著眼睛亂說 股票品牌很難的 他推銷一款79元人民幣 將近350台幣的每筆被網友嫌貴 結果李佳琪反嗆網友 有都是找找自己原因 好不好這麼多年了公司長沒賬 有沒有認真工作 就是這句話 助理多瞪大眼睛驚訝的看著老闆失言了 或從口出還登上微博熱搜被陸媒批評 是精英的傲慢 更有網友分析 這支美筆價格換算成一克 將近556人民幣 都快追上現在的黃金價格 難道買不起的人是因為不努力嗎 我不應該也沒有資格站在個人的角度 隨意的去評論任何一個網友 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應該忘記 我來自哪裡 也不應該迷失自己 陸媒批評電商帶貨在1903年 佔盡時代紅利 當中國大陸經濟低迷 青年事業率創新高 靠流量賺錢的直播主 一句話直接踩到不少打工員的心痛處 再次感謝大家對我的批評和監督 TVB的新聞葉俊宏 陳韻文綜合報導 好 那麼今天的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的特派記者韻文 來到現場幫大家分析 韻文好 詩姻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Bob Chen剛剛就說 得罪了鈔票你還是得低頭 一哥也是網友讓你一哥 沒錯這個李佳琦他其實過去曾經擁有三千萬粉絲 而且還有一分鐘賣出一萬四千支口紅的紀錄 但是我們剛有講到說這個李佳琦 靠著這些網友身價可以說是水漲船高 但是這句話他有沒有認真工作 也是踩到網友的痛處對不對 想要請教韻文喔 而且現在這個一支眉筆350塊到底貴不貴 是不是也掀起了討論呢 好 確實我們來看到這一位這個人稱是 中國大陸的網紅直播主代貨一哥李佳琦呢 他其實是從這個化妝品的貴哥 就是銷售員起家的 然後呢他成為這個簽約網紅之後 就從江西搬到大上海之後 成為這個頂尖的帶貨直播主 然後他走紅的期間 剛好是中國這個所謂網路時代發達頂盛時期 經濟正好的時候 所以呢他變成是個直播帶貨一哥 那你剛剛提到說這個350美筆到底算不算貴 我們可能覺得不算貴 就是開價品牌的價格 但是要看到是他的粉絲的受眾 應該有蠻多是月薪是不到這個台幣2萬塊的群眾的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的價格可能確實會有點偏貴 所以引發很大的這樣的批評說 欸這點有點貴 結果反而被這個直播主給反嗆說 你有沒有在工作賺 你有沒有認真工作 有沒有掌薪 好 那被罵翻之後呢 他就一夜之間掉粉了超過100萬的粉絲通通消失掉 所以他也不得不出來說對不起讓大家失望了 好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就是一個你賺著一般普通人的薪水的錢 卻瞧不起一般普通人家的貧窮跟辛苦的地方 最引發很多人的不滿 那我們再看到的是 其實呢也是因為他背離他本身的人設的問題 他的角色的形象的設定 因為他是曾經主打說呢 他叫做是這個只賣這個只給最對的 不給最貴的是一個直播的一個形象的設定 以及像這樣大咖的直播主呢 基本上呢他其實是可以透過這個大量量 這個量很大之下 錢壓低然後衝高他的成交的量 但是他賣的東西被擠到是越賣越貴的情形 所以現在引發很多人在罵他說 已經是偏離他原本的初衷了 再來是根本就是目前中國的經濟啊 真的是跟以前比起來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呢這個消費力不振情況之下 你直播帶貨也催不出這個銷量情形下 就引發很多人對於他的這樣一句話 是被刺傷了他的心 是沒錯觀眾朋友在討論說 這個每比350塊是台幣 沒錯350塊台幣喔 像是觀眾朋友林碧如覺得說 他覺得蠻貴因為他沒有在化妝 其實這個價格還蠻主觀的喔 不過Bob Tran就說 這個直播主犯了一個錯誤 是賺著你們的給的錢 罵著自己的衣食父母 的確就像是剛剛韻文講的 人設有一點翻車的狀況啦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大陸直播的風波 另外一頭我們來關心喔 最近在大陸有一個很紅的照片 其實台灣也話題還蠻高的 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 是一個女學生 她背著清華大學的書包 她可能是附中啦 但是她在搭地鐵跟公車 但是她手上戴著錶 還有她拿著傘 有眼見的網友發現 韻文是不是感覺好像 直接移動房子穿戴在身上 這個可以說是其實我覺得 個人覺得啦 我覺得是真假難辨 怎麼說我們來看到 她這個小女生 看起來應該是個高中生的樣子 所以她應該讀的是 北京清華大學的附屬中學 或是她可能有親戚朋友家裡 也是讀這個北京清大的 所以她有這個北京清大的包包 非常的引人側目之下呢 欸她的全身行頭更加引人側目了 你看她的手錶說是價值人民幣 200萬的精品的就是名表 以及呢她的她拿著傘 這個黑色傘 是出自的這個名車的出品的傘 也要10萬人民幣 甚至她拿的是iPhone手機 也要價不菲之外 她手上手指這邊這支戒指喔 是愛馬仕的 所以她整個行頭加起來 說是可以買到一棟房子的價格了 根本就是行走中的豪宅 所以引發的是中港台很多的網路上的討論說 是不是真的千金富二代要搭地鐵體驗庶民的生活 可能跑車坐累了坐慣了 所以換個方式體驗新鮮感的感覺 不過也被指導說可能會是假的 好為什麼 因為同時有她搭地鐵跟搭巴士搭公車照片影片 同時流出可能被說是 欸是不是有人要炒作這個賺流量的一個炒作的手法 或者是因為目前在中國大陸啊 這個假的名牌還是非常的氾濫 你們在淘寶都很容易買得到這種山寨款 就是很平衡上萬元的金品是很容易的情形 是沒錯 像是觀眾朋友飄飄然說淘寶500塊有找啊 Lukas也說是假貨 小莎說確定不是山寨金品嗎 其實這個現在高仿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一般人凡人的眼睛是很難來辨別的 對 好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運文 今天來到現場跟我們一起分析 謝謝運文 謝謝欣欣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喔 我們知道在台灣人民保姆總是在緊急的時刻 會幫大家來即刻救援喔 像是有家長就是要小朋友發燒發到39度路 6要開車送移 結果沒想到路上車子太多了 遇到巡邏車趕緊上前求救 另外還有孕婦快要升了喔 他的先生非常的緊張喔 好不容易看到警車趕快閃大燈 警方也當然即刻救援 有事嗎 兩水過了 喔趕快趕快要不要帶你 可以嗎 好 像是閃大燈攔下警車求助 原來老婆快升了 巡邏車猶如黑暗中一盞明燈 帶著夫妻直奔婦產科 時間是13號凌晨4點多 警方在前面閃燈開到 大路口前鳴笛警示 從台中東市直奔豐原的婦產科 載著老婆的駕駛一路緊跟在後 25分鐘的路程幾乎一半的時間抵達 就跟裡面的講說 停車之後 遠景聯盟跑向婦產科通知醫護人員 孕婦從後門被攀扶出來 緩緩繞過車後挺著大肚子走向前去 一路跟著緊張的遠景祈願母子平安 小車車一直對前方停車承大燈 這張燈要停破了 快要車了 需要警方協助開到送醫 緊急時刻求助警方的還有彰化田中這一件 修理車開到巡邏車旁邊 副駕駛座拉下車窗即向警方揮手 原來車上有孩子高燒39.6度急著送醫 沿途遇到好幾個紅燈 擔心會延誤 遠景附外大爆發不敢有些許遲疑 閃燈鳴笛幫忙開到前導 修理車緊跟在警車的後面 到達醫院 高燒的孩子全身無力軟趴趴的 被家長抱下車趕緊進入急診室就醫 新北市有一名瓦斯工人 他到小吃店來配送瓦斯 結果沒想到停車的時候 車子的側駐沒有立好 這個車子就倒了 上面還有兩桶瓦斯也砸下來 剛好砸到隔壁店家的快速爐 整輛機車瞬間成為火球 消防人員到場時火已經滅了 但是 因為恐怖的是旁邊還有好幾罐瓦斯桶 跟被燒全廢鐵的機車趕快繼續灑水講文 這裡是三重一間老字號米苔木小吃店 13號早上10點左右發生火警 大門口角落一片焦黑 老闆跟員工忙著清理 尤其是這個快速爐 當時瓦斯行的業者 就是到小吃店這邊來送瓦斯 結果車停好之後 他的側駐這邊沒有立好 導致整個機車重心不穩 壓到旁邊的快速爐 送瓦斯的沒有用好 然後倒的時候後面有人露出來 機車變火球 當時還載著兩桶瓦斯 真的非常危險 他還有熱心民眾 趕快拿滅火器冷靜滅火 讓火勢沒有擴大 而其實機車側駐的乘重量 還是以車體本身為主 一桶瓦斯約16到20公斤重 所以瓦斯行的機車 左右兩邊都還會再多加裝側駐 增加乘重量 這樣沒有弄好 或者是它的那個坡度 傾斜度造成那個重心不穩 所以一停好車後 就是先兩邊各踢一下 不然瓦斯桶太重 稍微不穩一定會倒 這回若沒有民眾及時幫忙 這幾桶瓦斯的威力 真的無法想像 TV別新聞 吳劇淺無雅新北報導 高雄古山清晨一處民宅發生了火警 屋主一家五口鞋子都來不及穿 趕緊逃生 不過事後一查發現說其實這不是住宅 還是一家網紅乳酪店的工作室 但是現在適逢中秋節 這個店家很多的原料 還有身材器具其實都被大火給燒了 業者估計損失大約有五百萬 4點多天還沒亮 平房陷入一片火海 熊熊烈焰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緊急布水線灌救 停放在門口的機車已經燒得剩下股價了 庭院內還有一些機具也被燒毀了 大家在睡夢中被叫醒倉皇逃生 連鞋子都來不及穿 光著腳丫子全跑出來了 還好屋主購機近 第一時間發現屋外有閃光 趕緊呼叫熟睡中的企鵝逃生 而起火地點位在高雄古山 古山三路一處巷弄內 但這不僅是住家 還是一間在地經營十多年的 網紅乳酪店工作室 只是現在都被燒成烏漆滿黑的 我還滿傷心的 工作室內的感謝狀權被燒黑 製作的糕點原料設備 也都複製一具 起火時間剛好又正直中糾結黨旗 讓業者損失慘重 接到超多訂單 結果現在全部一場火燒光光 就我們要趕快振作起來 器具都沒有 所以我們會趕快找一個地方 趕快先製作一些客人的單 因為中秋節兩三百個訂單 現在碰到大火來酒局 除了親友總動員幫忙清掃之外 也只能暫時找其他地方趕訂單 能做多少算多少 只希望能在中秋節前趕出貨 不讓顧客們失望 南港在今天下午發生了一起搶案 有一名女子跟人約了要來兌換外幣 結果沒想到對方沒有帶錢 但是一看到被害人 手上拿著15萬現金 馬上搶了就跑 關心就在今天下午三點多 台北市南港發生一起搶案 地點還在銀行的門口 明明就保全 跟不少路人經過 沒有想到嫌犯是如此的大膽 可以看到被害女子 痛得坐在椅子上 而嫌犯則是被警方 控制住行動在一旁 初不了解 被害人是一名越南籍的女子 她公身是在網路上 跟對方約好面交換會 金額是將台幣15萬元 全部換成人民幣 結果雙方碰面之後 嫌犯不及沒有把錢拿出來 疑似還當場舊潮被害人噴辣椒水 接著呢就搶走了15萬元的現鈔 還好當時呢 有民眾目睹全神 熱心的追上前 把嫌犯壓制在地並報警 而嫌犯呢 目前還在派出所製作筆錄中 有後續消息將會持續帶有關心 以上交通內 台南有一名阿婆騎腳踏車 誤闖快速道路 還好被拖掉車發現 拖掉車緊緊的跟在她後面 保護她 送她小家流道之後才離開 穿著紅色上衣的阿婆騎著腳踏車 誤闖抬86快速道路 就在東向4公里處 一路往高雄湖內的方向騎去 一名正在待命的拖掉車司機發現之後 擔心阿婆被其他車輛撞到 一路就跟在阿婆的後面 保護她慢慢前進 直到下交流道才解除危機 這是發生在11號上午10點多 暖心司機把影片PO網 引發網友熱議 大家紛紛感謝她的熱心助人 稱讚她十分貼心 在高雄人物城關與鳳仁路口 又女子闖入快車道 把馬路當運動場 也不管路上車來車往 她一路來回折返跑 從路口到民宅前 又再度折返回到十字路口 甚至逆著車流跑 就在馬路的內側車道 真的超危險 讓人不禁要為她捏拔冷汗 警方特別呼籲民眾 千萬別把馬路當運動場 安全起見也提醒民眾 外出運動最好穿亮色系的衣物 並佩戴反光飾品 以防霸生意外 TVBS新聞李在聖高雄報導 好迪士尼在疫情之後 現在開始搶人潮了 像是上海迪士尼就宣布 退出動物方程式的主題樂園 香港則是退出冰雪奇緣的主題樂園 都是主打成仇第一座 不過呢 香港迪士尼也統計 在遊客增加之後 竊案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迪士尼的3D動畫冒險電影 動物方程式 年底將出現在上海迪士尼樂園 我是夏基亞歡迎來到動物場 電影中的造景已經打造得差不多 正在收尾 上海迪士尼預告 遊客屆時可以化身成動物居民 還能體驗最新科技玩法 不只上海迪士尼有心梗 香港迪士尼將在11月20號 端出全球第一座冰雪奇緣主題園區 有雲霄飛車跟雪嶺滑雪橇 還能跟電影角色對話 原方說期望新園區 吸引全球旅客到訪 中國大陸防疫常態化之後 遊客出籠 迪士尼的紀念品也成了小偷目標 香港迪士尼今年到8月 已經至少78起切到案 比去年多一倍 而遭切的多數商店內的公仔 環保袋鑰匙扣等 一共106人被捕 當中香港本地人居多 陸客則是佔一程 迪士尼在搶E號復蘇商機同時 更是嚴加打擊園區之內的不法行為 TVBH用黃瓜來傳用文綜合報導 秋冬的天氣容易引發憂鬱症 大家都知道 不過其實你知道嗎 夏天也會有夏季憂鬱症 症狀包括了食慾不振還有失眠 但是和冬季憂鬱症相同的是 都會情緒悲傷跟快樂減少 那目前呢其實發現說冬季憂鬱症 其實症狀還包含了 試睡暴隱暴食跟感覺疲累 這些都是跟夏季憂鬱症 可以說是相反的這個狀況 美國學者也發現 冬季跟夏季憂鬱症 其實呢都是會快樂減少 還有情緒悲傷的 季節變化有可能影響心理健康 專家指出夏季憂鬱症較少人知道 事實上隨著氣候變遷加劇炎熱高溫 心理疾病一定要多加留意 在過去的觀念裡面 學界往往認為 冬天是憂鬱症的 好發季節 就是稱之為冬季憂鬱症 主要是和冬天 日照時間缺乏有關 特別在高緯度的國家 還比較明顯 不過近年來 我們追季節性情感障礙的 理解增加 冬季憂鬱症的症狀 是以悲傷跟能量低落為主 而夏季憂鬱症 比較常見的症狀是暴躁 失眠焦慮甚至是暴力行為 兩個的表現是有差異的 目前對夏季憂鬱症的原因 還沒有定論 但是主要認為 跟高溫跟高濕度的環境有關 除了我們過去認知 這會增加心血管和腎臟的負荷以外 這也可能會增加憂鬱症狀的周期性發生 以及憂鬱症的惡化風險 其實季節性憂鬱症 臨床上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在冬季憂鬱症 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醫師發現 有夏季憂鬱症的狀況 但目前還沒有特別定論 主要的原因 在臨床上或生理上 比較有可能的是 因為一些天氣的炎熱 或者是濕氣比較重 或者是跟日照關係 影響我們一些 跟心理荷爾蒙有關的 像是血清素 退黑激素等等的一些 腦內激素 那有可能因此導致 有一些病人在夏季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現這種夏季憂鬱症的出現 以前的冬季憂鬱症 比較常見的一些特徵 包括說是睡眠變多 然後食慾變好等等的 或食慾改變 當然中醫藥的方面 有一些藥物 其實都可以對患者 有很多的改善 有一些像是一個 結合符合式的治療方式 包括瑜伽的養生 正念的課程 雷射治療部分 包括中醫藥的調整 那甚至配合自律神經的檢查 其實對這類型的患者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善 如果要看到有沒有一個屬於夏天 所出現的這個憂鬱症 一般是看說 它是不是連續這兩年的一個時間 大概就只有在夏天的時候 會出現這樣的一個 憂鬱症的一個發作 但是夏天結束之後 這憂鬱症就還好了 如果說連續兩年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的確可能就是要注意 美國學者發現 冬季與夏季憂鬱症相似之處 會導致情緒悲傷快樂減少 但冬季憂鬱症 患者通常會試睡 暴飲暴食 感覺疲累 其實一般來講這樣的一個治療 跟我們一般在做這個 憂鬱症的一些治療 其實都是類似 不管是這個藥物 或是一些認知心理 認知行為的一些療法 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在我們環境的一個 調控上面 要比較著重的就是說 我們要提早的來去避免 自己暴露在這樣的一個 高溫的一個環境 雖然台灣四季的溫濕度差距 相對於溫帶國家沒有那麼大 但是在極端氣候的年代 仍然建議大家 隨時注意自己的身心難事 盡量讓居家和工作環境 恆溫恆濕度保持在一個舒適的範圍 有需要也不一定與尋求專業的協助 情緒有關的疾病 一般大家都知道 人到了冬天的時候 其實情緒會特別的低落 特別有優越的傾向 可是很少人知道 其實夏天的時候 其實天氣酷熱嚴肅的時候 其實也常常會有一些情緒幾乎 活動比較大 其實我們說比較燥 這個造動這個狀況 會更加明顯出現 跟天氣熱高溫潮溼這些都有關聯 那當然還包括說這段期間 可能因為有一些外界壓力的因素 醫師提醒對於夏天出現躁動 燥熱的狀況要特別謹慎 治療要以心理的溝通 互動的部分調整 多運動降低情緒躁動也很重要 TVBS新聞焦漢文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